那么自成禀命至曹西 自成既然收到神修 神修命令他到曹西去 他就去了 那么随众参旗 就随着众人一起来听课 不远来处 不说他从哪里来 那么这个时候 子师告众约 六祖就跟大家讲 说今有道法之人 全在此非 说现在有道法 来偷道这个佛法 各位前贤 这个听法跟道法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所以各位前贤 我们假如说去听 然后是想我们自己本身要修 那个就没有道法 然后我们去听 不是自己想修 而是想 听他怎么讲 偶尔要出去 也把他所讲的 去换卖给别人 那个就叫道法 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情啊 有没有 因为有时候啊 我们到这个别的那个道场 或是别的宗教 然后呢 去听他们怎么说 然后听他们说了以后啊 并不是说我们想修自己的心性 而是想拒取他们所说的话 然后出来的时候啊 把它当成自己的又讲给人家听啊 那个就叫道法 这样能够分得清楚了吗 我们自己听想修啊 那个就不是道法 可是我们只是这个道听途说啊 听了以后啊 也想说要炫耀自己啊 知道了很多 然后要使别人称赞 那个都叫道法 我们很容易会犯哦 会犯到这个毛病哦 不是自己说想要修啦 听他说怎么说 那如果说得好我记起来 帮我后来来说给别人听 我们有这种情形哦 那个就叫道法